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年的9月27号 9月26号这天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的是经济问题 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了解中共高层运作惯例的朋友知道 中共这个政治局关于经济工作会一年开三次 四月份呢 根据第一季度数字后呢 为上一年的经济部署做些调整 然后决定开年后的经济工作 七月份开一次 部署下半年 十二月份开一次 部署来年 那么这次呢 是九月份开 突然就打破了惯例召开会议 意味着中国经济出现了坠崖式的下谎 就突然召开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 就是中国要进入ICU了 是不是 要抢救 经济要做紧急心肺复苏的击破需要 实际上这个征兆在两天前 中共央行行长潘弓胜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当中共三大金融机构主管 包括银行行长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 证监会主席 罕见的同台路面的时候能确定的就是什么 就是党指挥枪之后 这党指挥 钱袋子了 是吧 这金融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 在中国各国家机构当中 说实话就人行啊 就人行这一摊啊 他一直保持着要专家对政策起主导的这个精英管理模式 因为中共要什么 就是最大化获取市场经济的好处 并保障中共极权特质的 关键杠杆就是金融嘛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国情啊 是不是 王岐山朱镕基的人马的长期把持金融管理高层 大家看后来的重大人士动作 分管货币政策叫刘国强 一直被称作敢担当的副行长 什么叫敢担当 就是敢对这个不懂金融 不懂金融 然后搞乱中国金融的那些圣旨啊 然后那些外行领导说不 告诉他们 你们要瞎搞的这个祸国殃民的结果 结果呢 刘国强自个儿下去了 管理货币政策的那个司长孙国锋也下去了 他是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写金融教材很牛奶 能用英文写的 是不是 就这些人 尽管他也跟整个体制内的干部一样 也是既得利益者 该拿钱也拿钱 但是他起码按照西方数百年来的经济规律 金融管理规律办事 这一拿下去 好嘛 你看现在这个央行行长潘空胜 尽管也是海归 是吧 他的副手都缺乏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 而潘空胜本人呢 二十大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 十九大当过中央候补委员 二十大不是了 而下面四大商业银行还有这个中信的人寿 中国人寿的这个董事长 那都是中央候补委员 官比他大 你说你人行对金融有指导权 那下面的商业银行在党内的级别都比你高 你知道谁去 这就是习近平的人事布局 这样的你央行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 你不执行我最高指示 你下面没有队伍听你的 你马上变成光杆司令 所以央行这次大放水 不管有多么疯狂 只要习近平定了下来 就不会再有什么有担当的 懂得用英语写书的 懂得用西方金融市场规律来阻挠的人了 就没有阻挠和反弹了 那么这个政策有多疯呢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行约1万亿 降准的本身就意味着银行有更多钱可以放贷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规模远远超过了2020年疫情爆发后的放水规模 也就意味着当下中共面临的危机比疫情的时候还要严重 24号放水后的中国股市出现了不出意料的增长 有了这笔钱 那基金、保险公司、券商可以把手里的股票质押给银行 拿钱出来继续炒股 这就是羊妈直接下场了 是不是 怎么比喻呢 就是中国租协下场了 中国租协下场已参加俱乐部比赛了 那足球讲解员介绍俱乐部球员的时候 就不用再介绍说 谁谁谁身高多少 原来在哪家豪门俱乐部效力 那只需要什么 他是租协的 好了 那就够了 最强的实力了 只要这个俱乐部的实力有了一个租协的 那就风力一般的增强了 对不对 敢跃位 敢踢人 敢宣布对方的进球无效 俱乐部肯定要赢 那俱乐部赢了 我就问你一句 这还是超级联赛吗 这还是足球吗 以后还有观众吗 你要说股市上扬 那是全体股民受益 好 关键来了 你这个受益是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受益 还是新资金进来 以前被套着抓住机会借机逃走的受益呢 你看一下这个新闻 你就明白了 就是在潘工胜的新闻发布会的当天 各省委、省政府接到指令 对本省辖区内的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 你有意思吗 政府对企业的市值管理 也就是说央妈下场 对不对 它就是要股市提升 我给了你钱 结果你市值还跌了 那么就等于有人抛售获利 那么好 那么你省长省委书记就要丢什么 好家伙 你看过去几个月房地产限跌政策失败了 习主席丢了面子 这次呢 不光是面子的问题了 这是真金白已经扔进来 那习主席的钱谁也不许拿走 是不是 决定在股市推行限跌政策 股价抬升 你可以高兴 你可以流口水 但是你想真的喝上一口新鲜的肉汤 你想的别想的 你套利出逃 那股价不又要跌了吗 没门 是不是 官员下了军令状 保证股市不跌 这属于全球首创 是不是 这次又遥遥领先了 只升不跌的中国股市 其实说出来 这个中国M2总量是300万亿 流通货币在70万亿 这个230万的这个货币去哪了 你要么在贪官别墅的这个家墙中和床板下 要么就在百姓的银行存款里了 你这扔进来1万亿算什么 股市上不去 根本就不是差你这个1万亿 230万亿都不动 为什么 经济复苏无望 大家不愿掏钱 谁要砸这个赔钱的买卖呢 你看 经济复苏无望 商场空空当当 老板们漂泊出洋经理们美团送鞭当 这是我这压村口溜的出来了 股市的本质就是投资者对未来的期望 没有期望 怎么有上升 怎么有投资的冲动 是不是 好 你看短期的阵仗真有 据说护士星期五都停摆了 那又能怎样 注水的牛肉 那是多了 重了 但是你能吃到的肉还是那么多 是不是 只不过注水越多 你味道越差 以后就连正经牛肉也没人吃了 那么习近平紧急召开的政治局经济会议有什么意义呢 三中全会七月份刚开完 全会中你看那个决定也是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不还是要搞经济吗 是不是 但那个决定说白了就是一个 我要我要我还要 但是不知道如何得到的一个愿望清单 所以国内外一看好嘛 你什么东西都没拿着给我们一个愿望清单 我给你啊 都失望至极 除了习本人脑中风的传言 让人消费和津津乐道的十数天 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那么一个紧急政治局会议就能改变现状吗 估计几年前啊 你要是能有效几年前就开了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要急着开呢 首先的确是情况不妙 灾难临头 不说别的 就说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的数字 周五9月27号报告说 上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年比大幅下滑 经济学家们就认为了 中国制造业要走出收缩状态面临着严峻挑战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利润最新数据显示 这个8月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年比降幅高达7.8% 创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同时也逆转了这个持续四个月的涨势 要知道8月份它是个关键月份 因为西方下半年商品订单就开始下达了 国内拉动消费未见成果 国际贸易壁垒越来越高 你8月份要是没有抬升 那么下半年绝对卸菜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说 包括广东江苏在内的一些重要的沿海省份的官员们 对北京发出警告 称难以实现今年的GDP目标 这就让北京领导称担忧了 这就导致了召开紧急会议的直接导火索 其次咱们说呢 紧急召开政治局经济会议 跟中央改变决心有点关系 你看就算是疫情最困难时期吧 它也拒绝给人民发钱 就这个北京当局近日罕见宣布向低收入群体 一次性发放1500亿元人民币现金就计 中央原来的这种叫做固本维稳 对不对 它重在恢复的这么一个政策 现在呢 全是攀公胜这种了 是不是 全是攀公胜这种以抢救为目的的求胜方式 变成疯狂了 这次会议提到了说 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 这句话又有读头了 这说明之前中央发生了严重的误判 因为你三中全会咱们记得吧 它确定是失业率保五 因为六月份的时候 七月份开会 六月份还有数字说 青年失业率有所下降 还报喜呢 竟然还是一个看好的趋势呢 所以这个三中全会啊 它就有了一个误判 保五 失业率不能超过5% 三中全会过去仅仅两个月 就从加强就业变成了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 那显然就是什么 就从可控风险变成了不可控风险 就说这个社会哪一天炸了 中央现在没把握 最近上海这个大众工厂宣布永久关闭 就是开启了这种规模性失业风险的重大征兆 怎么说这种大型跨国集团 它从中国撤除 它不仅仅是这个工厂自身雇佣的数以万计的员工失业 而是这个品牌 它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形成的 什么是配件呢 什么售后服务 整个的物流的崩塌 就业人员往往是本厂员工的百倍以上 一家外资企业的撤出 立刻带来百万失业 百万家庭面临生活困境 中国这个经济社会啊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以村镇为单位 就服务某个企业某个产品 产品单一化非常强 那么好 它下游的这个需求企业 一旦垮了 一旦走人了 不仅仅是带来这个产业物业流的完蛋 而是带来一个地区的崩盘 是不是 一个村一个镇 日子都没法过 吉林 苏州 深圳这次又来了 三把刀 是不是 已经在短时间内又促成了大型外资企业 加速离开中国的步伐了 所以说 这些误判延缓了救济措施的到来 你至少六月份 七月份形成的三中全会的时候 你就应该进行这些措施了 这些误判又延缓了救济措施的到来 换句话说 这两年出现的疯狂 应该在两个月前就出台 是不是 求稳变救命 就是这次经济会议的一个重要变数 第三 咱们再看 就是重大的 而且饱受争议的抢救措施的出台 意味着习近平要乾坤独断 没人跟他争了 没人敢去争了 这对于他扫清局外的猜测有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延迟退休的问题 争议了十年 所谓是全民关注讨论 这都是假话 为什么 这个关键在于最高层 关于这条措施是否会引起民变这种判断 一直没定下来 因为如果是延迟退休的问题定下来 还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清算 清算谁啊 中国社保基金 它引发了对前任党魁管理滥用问题的追究 这是原因 是吧 你看现在经历了十年波折延迟退休 现在9月13号终于不再延迟了 这就是习近平独断的一个例证 据彭博社报道说 9月24号央行推行这个伊朗的经济刺激计计划 这个发布会是提前48小时紧急安排的 朋友们 这个多可怕 多疯狂 是不是 决定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命运的问题 48小时定下来 还是非常专业的金融决策 这更说明什么 这就来自当今圣上的前纲独断 还有一个事情值得关注的 最近关于原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被抓的事情开始疯传了 我说呀 这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咱们就看一件事 8月下旬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领导班底过端了 这个所的领导层就是刘鹤的班底 刘鹤本来是习近平的亲戚和经济总幕僚长 在与川普的中美贸易战期间 这种保持对美国一变斗争又是依赖这种态度 是各类政策的一个基础 刘鹤也以为这个登堂入室出现在这个白宫 跟川普面对面的在谈判 但习近平显然在坚持什么 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2023年10月份是何立峰接手了刘鹤的中央裁判主任位置 中共的经济政策就出现了大拐弯了 那么这次刘鹤智囊团被一锅端 关键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 甚至还要肃清流毒 好 这四个字就出问题了 这就跟当年军队干掉郭伯雄徐才厚 之后要肃清军中流毒 对不对 公安部肃清孙力军流毒是一样的 中共的这个话语体系能发出流毒的 你一个经研锁 这个低级别的干部 你发不出流毒 所以说刘鹤被抓还真的不是风言风语了 刘鹤被抓是他个人的悲剧 是吧 那也是什么 也是中共与西方与美国彻底决绝的一个标志 这是毛泽东叫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的重演 这也是中共政策扭转 彻底反美 因为这是这次政治局经济会议的一个重大走向 西当局进一步向左转 你看这 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吗 是不是 对太平洋44年来首次发射洲际导弹 这也是高调挑战美国的这种政治姿态的宣誓 封了 一切都封了 疯狂的放水 疯狂的军事扩张 这让人一下子想起一句话来 就是叫什么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句话其实有问题 你知道吧 我记得这是中学教材里声称是路易十五说的话 说路易十五个人疯狂 个人就遇见了他 他之后个人疯狂之后的法国大革命 这句话放到当下呢 似乎可以比对称习近平的最后疯狂 但是这句话与真实的出处并不符合 原来是路易十五对他那个情妇彭巴度夫人说的一句话 原话呢 法语叫什么 叫Aprenu le Deluge 这个Deluge 这指的是圣经洪水 不是泛指洪水滔天这种灾难的 而是指一种人类的共同劫难宿命 而且路易十五说的是我们 而不是我 是不是 这不是说我路易十五一个人造孽 然后你们都活该受罪去 而是说什么 我们之后必是一场劫难 这里的我们是个群体 恐怕就是那个百年共运至今 活着的死去的全体共产党人